你的家就是你的城堡 这句英文格言的原文是 Eryman's house at his castle 那么翻译过来呢就是 每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 也就是说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你的家就是你的城堡 这个时候有人会问 那我还没钱买房子 哪来的城堡呢 其实这句话里面的城堡呢 是一个象征的说法 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买的房子 租的房子 还是流浪四方扎帐篷 就是一个家 这里面所说的家呢 是一个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空间 无论你在外面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你在社会上的身份地位如何 别人如何待你 那么你都有权利保护你自己的城堡 即使是面对政府 面对警察的搜查 你在家中的隐私权 也是受到宪法保护的权利 那么今天这支视频呢 主要是跟大家一起来读懂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那么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证文是这样写的 那么因为我们在网上能搜到的翻译呢 都是非常文言化的这种法律的术语 如果把这段法律的文言翻译成白话文 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看到开头的开门见山 就是the right of the people 也就是说人民的权利 那么什么样的权利呢 就是to be secure in their persons houses, papers and effects 也就是说人民有一种 安住在自身自由自在的 安住在自己家里的 这种不被干扰的权利 那么这里面papers和effects 这个怎么理解呢 那么papers是纸张 effects是效果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上呢 那各个国家还没有统一的这种纸币 作为货币的年代呢 我们会知道 就过去我们用什么 白纸黑字写下的各种契约 房契地契 古代还有卖身契 那么它可以代表金钱 也可以代表你财产的所有权 以及法律所赋予你的某种合同上的合法的权益 那么我们说纸张呢 在过去这种没有电子邮件 也没有手机短信的年代呢 它也可以代表的是一种 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书信的往来 所以呢 papers and effects 这里面就是指你身体上的 你家里面的各种 你所有的物品 也包括你对这些物品的 所有权的一种延伸 而effects这个词呢 就是效果的意思 它就是说 伴随着你所拥有的这些物品 所涉及到的其他的 那些属于你的东西 那么这个词呢 在法律上 它也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课题 那么主张保护人民权力 实现这种保护最大化的 这些律师学者呢 他就会把effects 果效这个词呢 以最大限度的延伸 来给人民更多的私有财产 和隐私权的保护 那么知道了第四修正案 是关于人民 它对自身的人身自由 和财产安全 这种不可侵犯的 基本人权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条修正案的 后面一句 就是说 这种权力是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es 那么它是针对政府的 这种不合理的搜查 或者是没收 扣押查封 你的财产要充公 这种状况 所以如果政府的行为 是不合理的 那么它就违反了 这个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规定给公民的基本权利 那么什么样的搜查 算是合理的 合逻辑的不违反公民 基本权利的呢 那么第四修正案 在这里也给出了 一个大概的原则 也就是说 你政府搜查呢 必须要有搜查令 就是这个varrant 那么搜查令 要有probable cause 也就是说 你要有怀疑犯罪发生的 这种合理可靠的根据 那么我们说 一个搜查令呢 它可能是按照 合法的程序获得的 但是它不一定 都能证实 它是有probable cause 所以美国的检察官 还有刑事辩护律师 他很多时间 在法庭上辩论的问题 就是你到底 有没有这个probable cause 就是这个根据 那么如果政府 它没有合理的依据 去抓人 或者是去你家里搜查 那它即使有搜查令呢 这个搜查令 也可能不是一个 合法的有效的搜查令 那么美国的最高法院呢 它针对这个 非常容易混淆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就作为这个 全美国司法仲裁的 最高的机构 它是有判立法 来指导下面的法官 和律师们 那么你们应该怎么样 来判定什么是 probable cause 那么因为这个问题 比较复杂 它也是一个属于 刑事律师的 一个专业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这个视频 也就不多讨论了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第四修正案的 最后半句 也就是说 宪法对搜查令 和这种逮捕令的 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 那我们说这种 warrant 就是搜查令 或者逮捕令 它要怎么样 才算合格呢 也就是说 除了你有可以确证的根据 不能是捕风捉影 不能是我看你不顺眼 我就说你有犯罪嫌疑 就去搜你 那么这种 砖横跋扈的 非常武断粗暴的方式 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法律它也会 就是说 要求负责这个案件 来申请搜查令的警官 你不但要说服法官 那么这个搜查令 是确实有必要的 而且呢 你还要发誓 你对这种 嫌疑人的犯罪推测 也是真实的 那么 Oth在英文里呢 就是那种 按着圣经上 向上帝启示 我不说假话 就像中国人 像老天爷发誓 说如有假话 天打五雷轰 这样的意思 那么 Affirmation在这里面呢 就是说 在法庭上给一些 不信天 不信神的人呢 那么他就要你 按照你自己的人格道德 你来确认 你所说的是真话 换句话说呢 就是说 申请这个搜查令的时候 你要说服法官 并且呢 你还要向法官严肃地 郑重地保证 我要搜查这个人 和他的家 这是确实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你还要列出具体的 你要搜查的某个位置 或某个地点 你到底要搜查哪些人 要搜查什么东西 换句话说呢 就是你要非常确定地知道 你自己要去干嘛 那么这里面的 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小觑 因为少了一样呢 或者是 你在这个搜查令里 有某种含糊不清 或者搜查的范围过于宽 那都会造成这个搜查令的 本身的严重的缺陷 那么当一个搜查令 它有一个严重的缺陷的时候呢 它很可能就不是一个 有效的搜查令 那么随之而来的 就是你这个搜查 和没收的行动 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当政府的行为 不合法的时候呢 即使你抓到了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罪证 人赃病祸 你也没有办法 在法庭上用这个证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法官呢 他可以因为搜查令的不合格 而拒绝采用政府部门 这种非法收集的证据 因为如果政府指控犯罪嫌疑人 他所取得的这些证据 是用违宪的方式获得的 那么它就是侵害了人民群众的 这种最基本的 宪法赋予的权利 那么即使你这个事情 你是对的 你破案了 你有效的执法了 但是从根本上呢 政府人员这种执法的行为 它触犯了美国宪法 也就是说它触犯了 宪法保护人民的最根本的权利 那么这种政府违宪 比起这个某个人的 个人的违法 这两种它都是不合法的 也都是对社会有伤害的行为 也是性质比较恶劣的事件 但是政府违宪搜查呢 它动摇的是美国民主根基的 一个大错 它是一种 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是一种打你不到的罪恶 政府无视公民的基本权利 那还了得吗 所以在这个比较之下呢 那个人的违法 相对于这种大的罪恶来说呢 它是一种个人层面的 对这个社区的 一个小范围的冒犯 那么这是一种相对小的恶 所以这个时候呢 政府所收集的证据 它在英文里就被叫做 Fruit of a poisonous tree 就是一棵 从有毒的树上 解出来的果子 那么就是一棵毒果子 那么法庭是拒绝采用 这种有毒的果子的 虽然你人赃据获 但是证据是不能在法庭上采用的 那么你在法庭上没有证据 怎么判罪 那没法判罪 你就只能放人 所以呢 美国的联邦和各州的警察 它这种各级的执法人员 在执行这种搜查 或者逮捕令的时候呢 它都是非常注意 自己的程序是否合法 因为你一个环节做得不到位 那么辩护律师 就会找到你的破绽 然后你这个案子就白忙活了 那么我在之前视频的评论里面 看到就是说 有人说 美国的体制效率低 其实我们看这种情况下 效率是有点低 因为这个刑事案件 明明破案了 但是因为证据被法官 装出去不予采纳 你就不能把犯罪的人 绳之于法 这样听起来效率好像很低 但是事实上呢 那么真正严重犯罪的 这种犯罪分子呢 我们说虽然违线收集的这部分证据 会被法官扔出去 但是检察官他通常还是有其他的各种方法呢 来通过别的渠道找到证据的 而对于一些相对非常小的这种过失犯罪呢 比如说你在家里种个大麻之类的 那么有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因为取证的不合法 那不被判罪 或者是非常从轻的发落了 那么这个问题的关键呢 它不在于就是说这个系统的效率 它也不在于说美国的法律 是不是对犯罪显示人过于宽容了 这个问题的关键呢 在于这种措施 它是为了保护全体人民的权利 那么这种非常严格的要求 政府执法的这种程序合理 它表面上好像是影响了办案效率 实际上它是在保护着 每一位无辜的人民百姓 它不会被政府的强权误伤 它也保护着每一个人 你对自己的这种隐私权的 这种合理的预期 保护着人们的这种正常的生活呢 能够平安的消停的 待在自己家里 不受政府行为的干扰 也不用担心 它会莫名其妙的被政府搜查 那么在今天这支视频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呢 今天这里面讲的 这个第四修正案呢 它是联邦宪法 对人民的四权利的保护 那我们之前在联邦和州政府之间的 关系那一期视频里 还提到过了 说各个州呢 它也有自己的州宪法 尤其是Criminal Law 就是刑法呢 它都是有自己州的 这种刑法的法条的 那么联邦法案的要求呢 它是对全美国50个州 州政府啊 联邦政府啊 它行为的一种底线 那么有一些州的法律呢 它是会更进一步的来保护 本州人民的这种 人身自由的权利 那么它在警局搜查的 程序和规则上呢 可能要比这个联邦宪法的要求 更为严格 那么一句话来总结一下 宪法的第四修正案呢 就是你的家是你的城堡 在你的城堡里面呢 你是有权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 和自己的隐私权的 那么这是美国宪法 所赋予每位公民的 一个基本的人权 那么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